你是李晶的家长 对呀 我是他妈妈 是这样 今天这事呢 原本应该由我来处理的 但是李晶执意要你来 所以只好请你过来一趟 晶晶你也真是的 这不是有周老师在吗 把妈叫过来干什么呀 你看他把我衣服弄的 还不肯赔 还有我的作业本 我说卫红啊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好好地管教一下 你们家的孩子 之前是放癞蛤蟆 下晶晶又打晶晶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 谁受得了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你教的了 裙子成这样了 你说怎么办吧 文君他又不是故意的 真逗 你说不是故意的 就不是故意的了 内蒙水瓶不是我碰的 是他自己给碰倒的 妈 他瞎说 反正我是不会赔你衣服的 你敢不赔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李京妈妈是这样的 之前呢 文娟之所以说不赔这裙子 是因为李京的衣服 是文娟爸爸买的 所以不用赔 你说谁买的 谁是你爸爸 文娟 你说的爸爸是 我爸是李清祥 他的衣服都是我爸买的 丑丫头 你给我搞清楚了 这条裙子是我买给我女儿的 对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 再说了 就算是李清祥买的 他现在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 他不是你爸了 弄坏了还是得赔 我是不会赔的 李京就是故意把沫水瓶放在那的 本来是想弄我身上 结果弄他自己身上了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你瞎说 乖啊 女儿 妈相信你 你不是会说谎的孩子 周老师 清晴的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这样吧 班里有小孩可以作证吗 你给我找来 这事呢 我已经调查过了 班里的同学谁都没看见 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 他就是在胡说 胡说胡说 没关系的 有理这还说不过没理的 我今天就不信了 我非得把这件事 吵什么呀 怎么了 叶主任 赵老师 这会儿学生快放学了 你还是回趟教室吧 这儿交给我处理 好 那就麻烦您了 这怎么回事啊 叶主任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 我女儿的裙子呢 是被李文娟故意用墨水泼脏的 她现在还反咬一口 说是我女儿自己弄脏的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怎么有那么快心眼的丫头呢 文娟啊 那墨水瓶是你碰倒的吗 这样 甭管怎么说 这个客官的后果呢 已经造成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赔 卫红啊 要不你就陪她一件衣服吧 叶老师 文娟她是不小心你 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不小心 你女儿瞎说 你也跟着瞎说是吧 不是你横什么呀 你又没看见 看不看见都一样 你女儿是有前科的 骗人打人骂人 都是她的拿手好戏 你忘了吗 你说什么呀你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要再这样争下去 那什么时候 才能讲清楚讲明白呢 雷霍啊 假设是文娟碰倒的墨水瓶 我说的是假设 我们就只当是花钱 买个教训好不好 以后呢 要多加小心 这样 你就陪她一件衣服吧 那行吧 叶老师 那就听你的 妈 别说了 这条裙子 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买的 我也没地方给你买去 你说多少钱吧 我赔你钱 这条裙子你想买也买不着 我朋友特地从国外 给晶晶带回来的 也不贵就一千多块钱 零头就不用了 给个整一千 我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就这么一条裙子一千多块钱 就是一千 还一千多呢 我可不是你 卫红 我不会在地摊上 给自己女儿买衣服的 这 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化呀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 这裙子是一千 但毕竟 这裙子已经穿过了嘛 这样 我做个主 就让卫红赔八百吧 行吧 叶主任 我就当是给您一个面子 八百就八百吧 你没事 你没事 好了 这事总算是过去了 希望不要有下次吧 再见也如人 好好好 走 没事 妈给你买新衣服去 老爸 我在这 这边呢 这边呢 那呢 你来干嘛呀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嘛 你是不放心来看看我们两个呢 还是不放心过来看看你那个姓魏的 跟你那个女儿啊 怎么会呢 你说哪去了你 少装了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 爸 来 看 你女儿做的好事 整天 就说你呢 你看看我女儿的裙子 怎么弄成这样的 太过分了 解决了没有 问他呀 卫红 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我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 你说 第几次了 谁都有权利指责我 就你没有 李信响 以后你在指责我之前 先想想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吧 算了 咱们走吧 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一句话就给你夜回去了是吧 别跟他一般见识 走吧 走吧 这么 走了 走了 爸 爸 爸 走开 这是我们家的车 爸 我要跟你住在一起 李清醒 你敢让这臭丫头上车 你给我试试 爸 李清醒 我叫你别来 你非要来 都是你惹的事 上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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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君 你怎么啦 不 来 抬头 抬头 有笔血了你 走走走 慢点 慢点